给你们先看看我弟送我的生日礼物啊 就是这个显示器 就这个破生日礼物啊 我过生日的当天就收到了 结果打开了一看 是这样的 然后我弟就紧急联系了卖家 又给我换了一台 到今天啊 已经8月16号了 才把它装上 结果我弟告诉我说 姐 你得去换个桌子 换个大点的桌子 我这个眼泪屏幕有点 不分的劲了吧 确实 我该为了这个生日礼物 换台大桌子 走你 啊对不起搞错了啊 这是一期原神的周边开箱视频 而是王嫂见的吐槽大会 重新来 真的是好久没有给大家 开箱原神的新周边了啊 那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收到很多 只收到了那么一丢丢 我也不好意思开啊 开了之后又有人说我要是什么了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觉得应该是足够了 而且是特别的多 他们真的是不来则疑 一来惊人啊 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先给你们看看全家福 这么多 啊不要着急啊 我们一个人开啊 先开我最左边的这个 刚刚没给你们看的 这一包我其实还真的挺喜欢的 而且我特意多下单了一些 至于为什么多下单 你们懂的啊 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是什么啊 有人知道吗 请在屏幕中抠出它的名字 再给你们看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这个 我真的好喜欢这两个 我一定要私留各一个收藏 因为它真的是很精致 这把狼墨 看到了我就来气啊 这个狼墨 啊 全是累啊 我已经好过把了 四个狼墨 四个狼墨 这个我就私藏了 这三个 嗯 你们懂的 成功之一呢 也是有四个 四个 这个是我的 第三个是你们的 这个是个温迪的手机支架 因为我比较喜欢用手机来看视频 然后就是没有支架的话呢 我就有点受不了 而且很累 看一下效果 就是这样的 然后也可以这样 然后我觉得放ipad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放个ipad也是可以的 刚发现这个手机机架也是买了两颗的 怎么又多买了一个 一定是故意的 接下来这几个东西呢 一起给你们展示啊 都是小东西 这个钥匙扣 但是很好看 看看 莫娜的 七七的 温迪的 哎 钟离的 克勤的 还有这俩 这俩是那个徽章 这俩是徽章 诺艾尔款 和 鲁老爷款 这是之前那个义士相约 就是肯德基的那个活动的时候 的 限定版 应该是的 看着很像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我那天呢收到两个非常可爱的包装啊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两个很可爱的东西 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 我买了啥 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是原神的 嘟嘟可挂肩 哇 这个嘟嘟可真的好可爱啊 而且这个手感真的是太好了 我发现有句讲究啊 虽然原神的周边要等很久 但是它的质量都挺不错的 对得起它的那个 炸灯 主要是时间太长了 陈妾真的是等不起啊 两个一毛一样的嘟嘟可 嘟嘟可为什么不开心呢 嘟嘟可 然后这个上面还有幸运四叶草 两只嘟嘟可 哇 接下来这个就厉害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那个达达利亚的什么春天金 叫达达利亚 春天金毛龙抱枕 这个好大一个啊 真的好大 然后这个还不是重点啊 这个很大对吧 我就不拆了 非常给我搞张了 然后就没啥送了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我这还有个小的 哇 你也太小了吧 这就是给你们看看什么叫 没有对比就没有香菜 看你还被人家一只手大嘛 不过小小的好可爱有没有 这是风雨异乡人 哦我知道了 这是两个好像是CD创片什么的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风雨木歌之城 这个是风雨异乡人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这两个我真的是等了好几个月啊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原神里面 它除了人气还不错以外 它这个音乐真的是 都是交响乐的那个原创的一些音乐 我觉得这个音乐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当时呢我就买了这个 这是一些背景故事 就是里面有一些背景故事 这是每一首歌的介绍 是奥西 我找个单前在这 我就想我买的锅盘去了哪 我说我就 几百块钱就买这个书啊 就这个 不太好这个 比较值得记念 我自己比较喜欢 可能有的人觉得这个 在游戏中或者在哪听听也一样 但是我就是挺喜欢收藏那些画产品的 我觉得很没意思 看一下介绍 啊我知道了 这个是我当时买的风雨木歌之城的一个CD套装 里面有三个CD盘 然后CD套装 单独附赠一份风雨向人CD叠 哦知道了 我就说这个是什么 我搞不清楚 是买这个 送这个 我就记得我只买了一份 怎么给我送来两份 我纳闷呢 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稍后再拆吧 反正里面都是CD光盘 关键我家好像也没地方放CD光盘啊 我怎么播放它呢 啊难道我要为了它再去买个CD机 这你妈不跟王老健送我这个屏幕一曲同工之妙吗 毁灭吧赶紧的 累了 哎 啊这个是我喜欢的 首先这个是荧光的一个手办预定函 就是每一次在官网上预定了它的手办之后呢 就是那个它都会有一个预定的一个预定函 然后到时候会让你去领取真正的那个手办 这个我觉得还做的蛮有仪式感的啊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一个亚克力的杯垫 可莉花 我觉得这个好可爱 给你们看一下 这有点像之前星巴克我买的那个樱花杯垫 我应该有很多小猩猩 看这样 看到吗 可莉这吸睛能力没谁了 这个我觉得是你们比较实用的 所以我就多买了几个 然后是想送给你们的 就是这个文件夹啊 元神风花节之前的一个纪念文件夹 然后这个文件夹里面就是 是这个样子 打开来 然后这边是罗沙利亚 然后这边是温迪 然后可以放一些学习的资料啊什么的 这个我觉得还挺实用的 就给大家发福音吧 给投音有掌声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元神明光演乐天全挂画 我怎么不记得我买的这个东西啊 我没有买过这个东西啊 哪来的神明 我记得我最不喜欢买的就是挂画了 因为挂画我也没地方挂 然后还占这一方 然后这玩意儿感觉比较不实用 然后我肯定没有买过这个东西 然后搜一搜 可能是买什么都不送的我觉得 哎 倒是挺性感妖娃的 哦 是不是买那个宁光手办送的呀 手办没到是不是先送了我挂画 这广告我跟你们讲的绝对不是我买的 哎 哦 不是啊 这个才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三件套啊 就是除了刚刚的三张CD以外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好像 啊 上面有这个蒙德成 看到吗 这个是那个神像 神像 这是个立体的 然后这个里面都是些啥 都是CD嘛 哇 好可爱啊 这是一个那个 这是什么来着 是那个东西吗 让我看一下 啊 风精灵温迪毛绒挂件 这里是一个风精灵的温迪毛绒挂件 下面还有一个是斐灵琴金属胸针 啊 这不就是温迪的那个琴嘛 竖琴 那是叫竖琴嘛 然后还有一个下面是 风于木戈之城限定色纸 哦 就是里面是那种一张一张的彩色纸 就是 这应该就是三个CD吧 果然 也撕换了 这是一个CD 这是第二个CD 这是第三个CD 哎 不是说好里面还有一个什么 什么纪念徽章什么的 难道是在刚刚的卡纸底下吗 哎 不是哎 这个里面是一张一张 全是里面的歌曲 每一首谁创作的 然后哪个交响乐团 然后里面的成员录音师 然后母带 然后PD工程师 还有混音 就是原创的一些成员组的名字 然后里面有很多张 每一个CD里面的它都有 啊 徽章在这儿 啥时候掉出来的呀 这个就是那个里面的配套的一个 冯迪的一个徽章 就是一个不是可爱版的那种 是还原版的 啊 好累啊 累呀 啊 吞之金毛绒徽章 啊 这个徽章还有个红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米哈游的官方期间里买东西 没买一单就来送我一个红包 我现在家里的红包已经 很多很多了 要不给我装点钱也行啊 这个徽章呢 当时我是比较喜欢的 这个好像也不是我买的 可能是送的 就是买那个大的那个金 我也老觉得那个是个鲲啊 然后送的 然后这上面是这种绒毛的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还挺有意思的 我老觉得那不是金 那是鲲 就是那个装周的那个鲲 怎么呀 它是我买的包枕啊 哎呀 我买的时候 以为它是套好的 结果要一个一个我自己套啊 这也太不容易了吧 哎呀 我不想套了 直接寄给你们好吗 啊 我套了到时候寄的时候 我没法寄 体质太大了 我就给你们看一下吧 这个是公子 这个是干羽 这个是粥鱼 粥鱼 然后一共四款 然后收到之后呢 你们把那个包枕 啪啪啪啪啪啪打开 然后把它套上去 我是不太会套这种东西的啊 手搓 但是你们肯定行啊 对不对 我相信你们 一个小彩蛋 看一下一个 这么贵的手办的预定函 究竟长啥样 不知道你们都会好奇 对不对 打开来看 首先是一个这个 一个明信片 缅月天权 明信片 到时候手办上也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预定说明书 预定说明书 亲爱的旅行者 感谢您在本店预定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为了使您享受到更愉快的购物过程 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预约流程说明 劳烦您几分钟 阅读 确定定金 完成预约 数不接受任何理由的取消 然后手办出货 阶段 音乐的上面飞现货 预计在2022年5月出货 如有缘起 我们将会及时通知 啊 我看了一下啊 我上次订的那个可力的手办 对吧 我是在 三月份订的 然后要到大概九月份左右收到货 这我也就认了 对吧 然后呢 我这个宁光 我真的是最 六月二十五号 六月二十五号买的 他告诉我 多少 2022年 好 2022年 我该说什么呢 我只想说 你还有希望你活得好一点 2022年的时候 我们还在玩原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